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字幕志愿者 原创的影片 今天是Hilgo 和大家说 今个星期入了什么 大家看到我手头上是 魔界六套的电影 包括魔界三部曲 和三集的黑人系列 全部都已经4K化了 算是今年年底压转 当然大家还记得 今年年底还有天能未出 那部分就是终极压转 其实整个系列你见到 它也挺有诚意 因为每一套影片 整个系列的4K电影 全部都用了BD UHD100 在载体方面 基本上没有任何忧虑 所有好的东西都放进去 规格方面 它全部都是有 Domain Vision 画面方面 兼用HR10 声音方面 全部都弱声到 Domain Ammos 其实如果大家记忆好的话 都知道 他给人的系列 他出时已经是做了一个4K Master 在声音方面 他已经做了一个原生的Edmos 今次终于用这个原生的Edmos 格式去推出 其实在实试的效果方面 都相当不错 我现在和大家逐一过一会儿 首先说一下 我想算是期待中的期待 魔戒三部曲 包括这个 魔戒延伸 三成奇谋 和王者再南 都出了4K 现在看到这个Box Set 是9叠版 9只叠的套装 有一件事值得留意 就是这个套装 除了有一个剧场版之外 它也有加场版在里面 4K版 我想算是一个相当终极的提升 加场版 它是会顺应它之前的方式 就是用一个跨调形式的收录 画面方面 其实我看到它的Over-Out的提升 也挺明显的 看回一些数据 即是它的Meta-Data Info 你知道它每一集 它的Average 量度都去到200L 我觉得最 Lit数的弱性程度 最高会是说 是双性奇谋 封锁去到800多Lit 而魔戒三部曲来说 是那一集 量度的提升最明显 譬如说 我记得最深刻是 《圣规谷》那一幕 我知道 如果大家有印象 这部片 其实当年第一版出的时候 是DVD和VCD的年代 无论环境是黑之余 是连规甲都看不清楚 但现在去到4K的版本 相当终极的版本 你看到画面 黑街的细节 是多了很多 它那一场戏 在夜景 下雨 还有规夹 我觉得最惊讶 是连规夹上面的金属感 都可以看到 它其实每一集 特别是商城其谋 开波的时候 拍着山头 然后我印象 它的外景是 在亚尔比斯山那里拍的 你看到 那一束雪 即是雪的凹凸层次 无论是以前最早期的VCD年代 DOD 甚至是之前 我想差不多十年前 出了这支Blu-ray 也好 它全体表现出来的雪 其实都是平坦一片 一个很平坦的画面 去到HDR之后 可以看到那颗表面 那颗表面 那颗质地 一部分我都觉得很惊讶 其实三部曲之后 我觉得除了必是商城其谋 说真的 譬如是摩格现身 或者是王者作临 其实两套 两杂 其实都有不少试机位 我记得最惊讶 或者是有些场景 譬如是摩格现身 我们记得有很多大头 是拍着金道夫 灰浦金道夫 我记得有些大头照 拍着Ian McKellen 他那些头发师 我记得在DOD年代也好 去到Blu-ray年代也好 其实他那些大头 那些镜头 那些头发师的 那个锐利度 或者那个精细度 都是一个提供的指标 无论你是 设计这个投影机 或者设计这个电视机 也好 去到这个4K版 你见到那个画面的层次 或者那个密度 真的明显提升了很多 我觉得这个 4K版的 我觉得最值得表扬的地方 是它不是真的 只是加异利度 然后之后 再用一些 noise reduction 的技术 去磨平那些 noise 那些 noise 那些东西 你见到它真的 它是加强了密度 而是那个边缘 都是一样 这么smooth 这部份 我觉得在4K Mastering 的电影来说 算是相当之少见 还有 我觉得有些镜头 都很惊讶 如果大家 记得一点印象 就是 每一次 其实魔界里面 有精灵的那些 那些 sequence 其实它很多时 用了一些类似油焦的镜头 令到画面 更轻松一点 但是你是在 DLD年代 或者是 Blue Ray也好 那些所谓很轻松的镜头 你只会觉得 是散开了 如果大家 找一只魔界的Blue Ray 出来比较 你见到它 比如拍着爱龙王 或者是一些 精灵系的那些 那些演员的时候 那些画面 你见到它的油焦的情况 是令到画面 散开了 你觉得是松散和蒙的 但是去到4K版 你见到 它是真的 表现回电影的原意 就是它用油焦的那种感觉 而不是松散 但是整体来说 你见到 画面密度 提升的那种感觉 都挺惊讶的 《王子再临》 第三集 那部影片 我发现 整部影片 其实画面都挺黑的 在这个版本里面 我觉得它最重点 是会是 尝试去将那些 黑街的变化 去拉出来 譬如说它拍着邪黑塔 或者 有些高光位都可以留意到 譬如说它拍着 末日火衫 那些 熔岩 银漿 流出来的那种细致 或者那些尘土 那些位 在4K版上 你都可以看到一个 全新的演绎 我觉得音质是有提升的 差不多接近20年前的 一个系列 去到这个时代 你听下去 其实它的录音的动态 定位感 或者层次 是能保持的 但是我认为 它的 目标 特别是垂直空间 垂直空间 垂直空间的 空间的 的确是不够 欺负人 那么丰富 但是整体来说 空间定位 动态 或者是整体来说 那些 行动位的 那些交代 它都能复权到 一套 一套大作应该有的表演 喜欢魔界的朋友 就是说十年前 你能进入那个招式 的话 这个4K 其实你是不需要考虑 那么多 因为直接入手 就真的可以了 讲完魔界的三部曲 就讲一下 哈比人 要是升级的焦点 会是高光位 因为其实你看到 整个系列 它的黑位 在4K版的底下 基本上是出得更加丰富 更加有层次 可以见得多以前 你失去的细节 特别是 有时背景比较暗 你现在终于见得回 哈比人 哈比人的系列 看到那个细节层次 特别是高光位 有个位置都挺深刻 年轻版的金道夫 第一次见到比尔博的一幕 后面是一个日景 Bluoray版 其实当年来说 都算是挺漂亮 可以是一个参照 但是去到这个4K版 你见到在云下的层次 可以再突出一点 垃圾更加强 音效 其实我觉得 哈比人的系列 是相当之多 参照的场景 有很多场景 你见到 混音师 刻意去做一些物件 多些不同的玩法 有一幕是 多深刻 就是 比尔博说 他的马 被食人妖捉了 你听到 那个层次 那个变化也挺强 因为 比尔博就是 基本上 你想像是在 E1层次 然后他听到 食人妖的对话 真的在 ATMOX 即是说是 那一部分 是做对话 然后他突然 做出 那个 高低的层次 那种感觉 我记得是 当初在电影院 看回同一段电影的感觉 都好像没有 现在出叠这个效果 有个位置 可以试试 那个声效果 那一幕 如果大家记得 是他去到 那一幕 其实是说 那个渴袍巫师 然后他不知道 怎么被那些 被那些蜘蛛去围攻 那 听到那些声 就是在那些蜘蛛爬过他屋顶 然后 怎么走上走下 那种感觉 他真的可以在 这个object 在声轨那里 去还原 回来 我认为他 其实是玩很多 那些煙霧效果 例如做那些冰 冰雪 或者是那些冒气 那些冒气 那种飘的效果 其实现在看回 你知道那些效果 其实是一些CG 在以前 我记得是在 在电影院看的时候 效果都已经 相当不错 例如说 有Laser 也会显示的效果 但你去到 这个4K版 看到那种 那种霧的层次 或者是那种水气 那种飘那种流向 在HDR底下 你会更加强 当然如果你是 在用一部 例如OLED 支持到 Domain Vision 那种 煙霧的象征法 我觉得会有一种 更加大的弱性 因为其实煙霧 这种效果 是一个不错的 测试素材 因为 譬如你换了线 换了电 或者是可能 部机的对比度 是设定的 设定的 它显示出来的 那种细致度 或者那种 真实感 是和大家 肉眼所见 相当相似 看到那部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整个系列 我觉得 配置 以气来说 是不能输的 唯一一个挑剔位 就是 我觉得 放在它全部 避免了花水 可能前置 是因为之前 无论是DVD年代 或者它本来的年代 都已经做过 已经出过好几次 所以 假设 当下的粉丝 已经有了 那些 帮助材料 所以它就 没有再 再翻出 如果大家之前 有继续开 相关的 套装 记得要继续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今天的碟评 大致上就这么多 最美的题题 大家记得 订阅 分享 我们这段影片 记得按下小钟 我会更新的 大家常常找你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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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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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